真诚面对听众完整财经资讯尽在财经天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投资朋友大家晚安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今天是2016年12月28号 我是周乐 首先跟大家讲一讲今天的节目流程 我们今天上半场是开放call in的现场call in的股票节目 请到的嘉宾是黄建雄老师 那今天如果听众朋友要询问问题 希望大家把这个电话号码记住 6509960975请发文字短讯到6509960975 让我们来欢迎黄老师 黄老师您好 周乐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在今天礼拜三美国的股市是收跌了科技股是领跌 并且科技股里面尤其是NASDA 100大型股 由NVIDIA领跌 所以真的是what goes up what comes down 然后在年底之前这样下跌 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所以现在今年还剩下两天的交易日 我们要紧密的来观察未来两天的走势如何 道琼斯的指数真的就没有办法突破两万点的心理关口 自从在总统大选11月8号以后一直上升的这个rally 还有人认为是Synacloss rally还有year end rally 然后就是在这两个礼拜之内都不能够冲到两万点以上的关口 所以呢这个的确是变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阻力点 那看一下今天收盘的时候 12月28号道指下跌了111.36 报19833.68 标普500指数下跌了18.96 收2249.92 纳什达克下跌48.89 昨天也是纳什达克下跌的比较多 今天纳什达克下跌0.89% 报5438.56 那刚才几个重要点呢 我们今天都已经刚开始就跟大家讲了 在亚洲和欧洲的方面也是涨跌互建 那在年关之前看看最后两天的冲刺如何 那昨天礼拜二是整年以来交易量最低的一天 那年底当然也有一些卖压会呈现 我们请黄老师来做一个评论 来评论在过去的两个礼拜这个牌是否不能够冲过两万点 是因为大家认为美国股市的市值已经太高了 是 自从11月份以来 这个 盗宸师涨得蛮厉害的 涨到两万点 它停住了 停住了两个多礼拜都过不去 然后现在又非常接近 年关还有两个交易日就已经过了2016年 那么当然它其实这几天啊 包括今天早上还是很稳很稳的 很想就是不下来 可是当然今天有一个消息就是这个NVDA NVDA有一个分支师调升评级 调升它的目标价 可是有一个就是觉得它现在应该先跌下来 然后才能够上去 所以这个消息导致这个NVDA跌了很多 今天收盘NVDA它是下跌6.88% 收市价格在109块2毛5 因为它本来这个半导体类股啊 都是由它NVDA和AMD Mikron Technology这些这几个拉上去的 然后今天它这些股票都下来的话 就带动了半导体类股 跌了两个不限是蛮多的 所以大家因为这个情况 然后又觉得市场还是过不了两万点 就大不如获利了结 所以今天的卖压是比较大 尤其是NVDA的卖压很大 因为它的交投量是平均量的三四倍 哇 三四倍 然后它也是一个很明显的 就阴包阳的这种看跌的形态 所以跟着这个近期还是要下来的机会比较大 它继续下来的话 也可以继续拖累半导体类股 也和这个科技类股 好 是另外看到一只本来也是长得很凶的 但是价钱便宜的很多的 Advanced Micro Device AMD 它也在今天下跌4.31% 那讲到Candlestick的话 它今天也是一个阴包阳的姿势 所以它今天是下跌到11块5毛5 不过它今年还算是表现得很漂亮 从1块多一直涨到今年最高点的12块 也是一个表现非常亮丽 非常出色的一只个股 那这样看起来 Kim好像很多人都对于2017年开年以后的 美国大盘的走势不放心才在年关倒数第三天就开始卖 涨得比较凶的股票了 因为这个市场已经维持得很好 维持到这个还有两个交易日之 这个时候才卖股票已经是非常稳定 可是这个市场已经基本上已经准备了 这个1月份 大家会卖股的这种情况 因为今年很多人都赚了钱 不敢就是卖 现在卖股票 要付税 要付税 所以大家都一直不肯卖 那么到了1月份卖的话 他有一年半去准备交税 所以而且将来的税可能会低一点 所以大家都很想维持这个股市这个水平 到过年才卖的 可是现在看来可能会提早三几天 所以今天 你今天的税重市跌了111点 那是就是 只不过是0.56% NASDAQ跌了0.9% 可是这种跌幅是很小见的 这个月来 这个是第二次 跌了这么多 所以可能大家会 明天会担心一点 市场会继续下来的 好 那看到在道琼斯里头 他下跌的比较多的呢 是Caterpillar下跌最多 CAT下跌1.48% Intel1.19% 波音公司下跌0.88% Merk制药公司MRK下跌0.87% Cisco System下跌0.85% 那听众朋友 我刚才才宣布 如果您要询问股票问题 今天请发文字短讯到650-996-0975 650-996-0975 那的确是那一年以来 市场一直都在担心 这个市场的股市的估值的问题 那尤其是在大选之后 一直不停的上升 造成了三大股指 四大股指呢 通通是已经创了历史的新高 这个已经是在2015年年底 几乎是大部分的分析师 都没有预料得到的 所以现在出乎意料之外 就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然后跟预料相反 也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但是做股票还是有一个传统性嘛 还是用我们过去的知识经验 来可以判断一下的 那您觉得Kim 您觉得现在的股票的估值 是比较高了吗 我觉得是比较高 因为他现在这个股票市场 现在已经兑现了 大家期望的Donald Trump 他的政策的出台 那么现在要等他上了任之后 看看他能不能够推行 他这些帮助经济和市场的计划 所以既然现在已经是反映了 他这种动作 假如他这些计划有什么阻击的话 那么市场可能就是会不太原谅 不太不太会原谅他 会会跌的比较多一点 好好那看到美元美元UUP呢 今天却是逆势上涨 他今天再再次上涨了0.26% 是达到26块6毛9 哇这个现象 他从9月到现在实在是涨得太多 从24块3一直涨到26块6毛9 那看一下黄金呢GLDGLD今天也是小幅的上涨 GLD的股价是108块8毛6上涨0.28% 那10年公债回收率是平盘没有太高也没有太低 通常在year end其实利息是会稍微偏高一点 那最近两个礼拜还是比较缓和一点 那从这种关系来看 现在Kim你建议朋友们手中赚钱的股票要卖吗 当然这个也要根据他这个赚了多少 然后要担不担心他的税的问题 那么既然还只有两天就过年了 那么我觉得尽管跟着这一两天可能会再下来多一点 可是也不会应该不会跌得太凶 然后就是等了过了这两天之后卖 对于你过去一年赚到的钱 退税方面会有一些帮助 因为现在这个市场还是看好 一天跌到中市跌0.56%也不是很厉害 所以等到过年卖我觉得还是 你说过了年就是过完2016年再卖 一月份一月份一月初可以 这个时候卖 这种方法就是保住你不需要付多税 不要付太多的2016年的税 可是你觉得自己没有这个问题 或者是就是想获利了结 也可以先出场 好 所以不要用什么太过多的考虑 也不要用太奇怪的做法 不需要太紧张 而是要用平常心来对待 就是每一年年底该怎么做 那今年多考虑一点是说 觉得川普的这个选上的这个 他的兑现就是他说的话 他到底兑现率是不是fully 已经被大家被appreciate了 如果觉得明年可能不至于 在1月20号之前下跌太多的话 不妨留到明年再卖 是 好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进段广告 马上回来 同时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 都有听到我的宣布 今天询问股票 请文字短讯到650-996-0975 650-996-0975 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不要走开 2017年进入倒计时 周乐邀请Pair Lending创办人Daniel Wu GMCC共同创办人James Jin 两位新面孔做客新年特别节目 伴随全方位保险理财专家赵世文 畅谈他们在忙碌的工作和家庭中如何找到平衡点 看到他们有健康的体魄 正面的人生观 期许来年更创夹击 请于12月31除夕夜晚7点半准时观赏娱乐漫谈 Max Rio Cupertino汇聚湾区房地产贷款精英 众多银行最佳利率 Direct Lender快速便捷 互助文化 专业诚信 地产贷款并重 欲满湾区 强大的Long Processor帮您解决贷款问题 最佳的Manager带您走向成功之路 加入Max Rio 您信心的保证 请致电Villa王408-307-5056 408-307-5056 大家好 我是梧桐 就在您身边的医疗保险专员 如果您是企业主 想了解有关税收减免政策 来帮助您支付员工的医疗保险费用 请拨打免费咨询电话 408-677-7418 如果您想了解自己或家人 是否能获得政府的医疗保费补贴 拨打408-677-7418 就能得到满意的答复 加州人需要加州健保 我是梧桐 就在您身边的医疗保险专员 Trans Pacific 泛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 受限于年金的 General Agency 北加州 现有Fremont 及San Jose Office Y 第三家 也于San Mattel 正式开张 全美已有11家分公司 代理超过40家知名保险公司 并有1500名保险经纪人 为客户挑选最适合的 保险及年金产品 有专业培训 及Back Office Support 欢迎保险经纪 加入我们的行列 Trans Pacific 受限于年金的专家 董燕杰房地产经纪 SVRE Realty Inc 矽谷地产实业公司 董燕杰硅谷从业15年 责任在新 使命必达 Los Autos历史豪宅 四房8域7600尺 地有2英亩 开价1290万 价钱可谈 有益者请致电 650-867-1248 650-867-1248 董燕杰 敬业诚信 可靠认真 电话微信650-867-1248 DRE No.013-77923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 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 Facebook 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 Media 或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Kim你好 大家好 这个也是老话 但是也是真心话 一年过得真快 现在转眼间已经再度到了2016年的年底了 那我们 我今天呢 在整理公司的一些老文件 就想把它丢掉 然后腾地方 结果呢 那就发觉一些文件都是从2002年 哈哈哈 我真是觉得光不奇怪啊 可是这个时光做的过得真快 一年一年就这样子 那么呃 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做股票的朋友呢 也每一年每一年 因为经验越多 那这个做的也越成功 并且也比较除辩不惊 就是四面八方都兼顾得到 然后也都挑重要的消息 影响市场的消息来听听 可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朋友都说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他说我心中有五只股票 我要问问看专家 那么如果答案跟我心里面所想的一样 我就要进场买股票了 你知道这个话听起来很熟悉吧 是啊 我觉得啊 这买卖股票呢 最主要当然要找 首先找股票 听专家说的时候 要看看他所说的是短期的趋势 还是长期的趋势 当然就是长期的趋势 是比较难 比较难预测的 短期是比较 比较容易看得到 所以要从多个角度去判断 你是不是要买这只股票 它的基本面方面怎么样 它的技术面怎么样 它是不是短期会看好 长期是不是也看好 要长期的话 你还是要关注一下 这个市场的情况 可以怎么变化 这个 有什么事情可以令 你的计划 会破坏你的计划的 所以很多很多等等 所以还是假如你是做股票的话 还是要花很多时间去观察市场 观察股票提升自己的技术 你的套路 黄老师 你是觉得说 哎呀 这个asset allocation应该平均分配 或者是你觉得 孤注一直赚的比较多 因为asset allocation 它的好处是分散了风险 但是它的坏处就是 也分散了自己的获利的机会 你是属于前派还是后派 asset allocation 既然就是长期的一种投资的方法 就是分散投资 我总觉得这个市场一跌的时候 一涨的时候就所有都涨 一跌的时候的所有都跌 当然有一些行业会涨的比较多一点 或者是跌的比较多一点 所以都是一样的东西 都是同在一个篮子里面的鸡蛋 就是所谓的分散投资 你分散到 OK我投资一些是生物化学 投资一些这些科技股 或者是买一些工业股 或者还要买一些基本物质这些 什么都买了 可是还是在市场拦制里面的鸡蛋 市场一跌的话还是有问题 还是会受到影响 还是会受到影响 所以说当然你的中指是目的是长期 然后又分散就用得着 因为你不会去常常很短期的去看这个市场 因为我们看长期的话 假如你投资在S&P500的话 就从S&P500开始以来 一直都在讲 因为现在S&P500基本上就非常接近历史高位 历史新高 所以所谓你是分散投资的话 你要买一些不是股票市场上的产品 你要买一些黄金贷券或者是什么其他的 所以你的定义分散的定义 就不是在标普500这个十大sector中间的 而是outside of this OK好 Kim我们今天来问股票的朋友非常多 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回答 第一个问题是Qualcomm Qualcomm QCOM今天下跌2.23% 是跌超过大盘 这位朋友问到的是 Qualcomm的等级是Buy Sell or Hold 我想它是一个卖出 因为它在70块以上 它都一直三次都过不去 所以就成立了所谓的一个三重顶 这种这种看跌的图形 现在是65.75% 它现在还好的地方就是因为在64这个地方 就是它也是经历了三次都下不去的一个支撑 所以可以说现在Qualcomm是在64到71在盘整 一旦这个64块破了之后 那个时候可能就现在假如你现在不出场的话 跌破了64也应该要出场 OK好 所以它是看跌 看跌讲的是Qualcomm下面是三倍看涨的黄金的代号是NUGT 今天是7块1毛1上涨5.8% 因为它是三倍的 它从技术图表看起来好像已经在慢慢回到上面来了 但是它的问题是说可以买吗NUGT NUGT可能近期可能是轮到它们上去了 然后黄金啊白银啊这些贵金数一直都在跌跌不休 尽管2016年它们还涨几个percent 两个东西两样都是 可是因为自从8月份开始它们都跌得很凶 然后都是因为市场猛涨 大家的钱都投进去股票上利息涨 所以大家也不敢买了它太多 然后黄金啊不是这个美元大涨也对它不利 可是这些事情可能都会在明年会转过来 就是股市会跌美元可能会下来 黄金 在市可能要上去 在市上去那就是利息下跌啊 对啊 也有些期望过分啊 这个利息涨得过凶啊 现在就好像股票市场涨得过凶一样啊 利息也可以涨得过凶啊 所谓的利息就是国债的回报率 国债的回报率涨了一个percent 啊几个月所以涨了很多 可是我们的啊联邦储备局只不过是加了0.25个percent而已 好的 所以是不是涨得过分 过分它们会下来 好的 所以要黄金上去的话 那你要这三个市场反转嗯 就是股市要下跌啊美元要下跌啊债权要上涨 好的我们继续回答下面一个是clf因为amd我们已经讲过了哈这位听众朋友 clf他的权名是clf他的权名是cliffs natural resource今天是上涨1.7%收盘价格是8.97% 请问他的支撑他的support是在哪里今天是短期的有一点上扬的情况 请简短回答 ok啊clf是属于basic material啊基本物资这这方面啊基本物资今年了今年了一年涨了28个percent 哇整个内股涨得最多就是它们所以凡是涨得最多了都会跌了跌下来的时候都会跌了比较凶啊 嗯呃他现在clf啊本身已经是开始了调整从呃接近11块跌到现在的9块 还在调整的还在调整的 还在调整的 ok下一个机身是8块钱 ok下面一个是chkchesp energy他今天是7块2毛3下跌蛮多的percentage是4.74% 朋友问短期他是buy sell or hold 短期看跌啊是效因为他两次都过不了啊8块2毛 然后啊这种跌到的7块钱附近反弹到7块6之后今天啊一下子猛跌下来这种情况啊会继续他的下一个机身是6.5 好下面的是bp是boy peter bp那这是一个energy的股票 他是37块2毛5今天上涨0.38% 他的走势如何何时可以进场 bp是看涨的股票他一直都都是在上去呃市场下来可能会带他也下来一点他就下来的甚至3736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支撑嗯 所以看到到36附近啊市场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可以考虑 Macy's单号的symbol就是mm今天是36块2毛8 呃听众问他的support在哪里 他的support是在35现在36块2毛8呃已经跌穿了长中短期的趋势线呃所以啊是看跌呃可能要真的要到36块甚至34块才能够停下来 ok netflix nflx netflix今天下跌几乎2%收盘价格125块 请问他的支撑及阻力还有他的trend走势如何 netflix趋势看涨啊他其实一直都在涨只不过是今天看着市场跌他也他也随着下来啊 啊因为因为因为他到了129块左右两两次都过不去包括今天啊所以啊近期有双顶的一种情况可能要下来大概122块左右嗯好下面一个问题 NUGT已经问过也回答了那Tesla TSLA219块7毛4请问他会不会他会在多久创新高你以为黄老师他是算命的吗 哈哈哈朋友他specific问说他什么时候超过255块他前期的高点啊 ok前期的高点就是270块啊就是这支股票啊非常表现非常好这啊这几个月来啊他尤其是他现在已经突破了200天均上啊214块半这个啊这个地方 所以他现在可能会随着市场下来一点在啊211块214块半附近盘整一下能够维持得住的话他会首先要去上去挑挑战230 好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mico不是Yahoo和Cisco这两只股票在是要留住还是卖出我来设一个时间点吧就是年底之前 Yahoo和Cisco是留住还是卖出 Yahoo卖出啊因为他的趋势是看跌的啊38块17枪可是相信维持不住38好 然后Cisco啊是是Cisco的话啊目前趋势还是看涨啊Cisco可能可以留啊好的谢谢黄老师谢谢你好拜拜 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上半场问股票的节目呢时间已经结束了但是我promise没有问到的股票我明天一定会帮你们问的好现在进段广告继续收听下半场的访谈不要走开 穿卤人家为了赢中国新年来临特别密制新鲜刺激的正宗川菜及美味地道的鲁派菜是鲜辣水煮 请不吝点赢